7月8日,都美竹爆出吴亦凡玩弄多位女生感情,其中包括未成年人的猛料。 随后吴亦凡方发出律师函,称已经对都美竹的造谣进行取证,但是似乎没有吓到都美竹。 7月16日,都美竹再次爆出手中重要证据,让吴亦凡事件再次升级。 都美竹这次曝光主要证据包括,吴亦凡方和自己协商记录、转账记录,以及如何一步一步下套想把自己送进监狱的证据。 在协商过程中,吴亦凡方先是强调自己有足够的实力告赢都美竹,随后一改强硬态度,称只要不继续闹,可以对都美竹及其他女孩补偿。 说白了,就是花钱封口,都美竹要八百万,因为有八个女孩子,随后双方讨价还价到两百万。 但是,吴亦凡方称付钱有四个附加条件。 一,都美竹要供出其中一位女孩子的真实身份。 二,要发布道歉声明,为吴亦凡消除影响。 三,双方要签订一份协议,证明都美竹已经收款。 四,因为税务方面的原因,吴亦凡方先行支付三百万,而随后要都美竹返还多支付的一百万。 随后,都美竹成功识破吴亦凡方合同的套路。 首先,合同用了要挟、挟迫等字眼,还要填写七位女生的社交账号ID。 都美竹感觉不对劲,立马咨询律师朋友。 朋友说,按照合同法协议无法生效,但却是自己欺诈和勒索的认罪书。 而且,两百万数额巨大,十年以上,一不小心会让自己粉身碎骨,面临牢狱之灾。 而为何对方要打给自己三百万,然后再让自己返还一百万, 就是为了坐实是本人收的款,以及确保有个人行为能力, 这样就百分百能把自己送进监狱。 这次都美竹的证据如果为真实的话,可以说对吴亦凡的事业来说具有毁灭性打击。 而目前,吴亦凡方并没有做出新的回应。 有网友在7月17日拍到吴亦凡目前在宁波参加车赛, 可以看出满面愁容,心情不好。 都美竹在7月18日发文对吴亦凡宣战, 称给他24小时的回应时间,表示要看到他的书面道歉, 并且承诺退出娱乐圈。 时隔23小时后,我们也终于等来了吴亦凡的回应, 但回应中全程避重就轻,声称造谣者变本加厉, 对都美竹的爆料全盘否认,表示自己对自己说的话要负法律责任。 吴亦凡的回应无疑是给原本还犹豫脱粉的粉丝们吃了一剂定心丸。 看得出来,吴亦凡的回应终极目标也是自己的粉丝们, 原本忙着空评的粉丝也纷纷出来力挺, 网上的留言也全部都是清一色的,相信你等字眼。 后援会也是第一时间发表声明, 坚决维护吴亦凡的合法权益, 所有无中生有的污蔑必将真相大白。 对比吴亦凡给出的回应,工作室的回应目的则更加明确, 而且走的这一步也更加精明, 将都美竹之前所有发文和各种采访的截图披了大大的假, 所谓的澄清看起来更像是糊弄大众, 但其实这次的回应,所面对的受众群根本不是网友大众, 而是吴亦凡的粉丝们。 工作室紧跟吴亦凡的脚步给出回应, 重点也很清晰,最大目的就是要稳住粉丝们。 吴亦凡原本也是靠着粉丝饭圈而获利最多的, 他目前需要最多的就是粉丝信任, 而粉丝们需要吴亦凡给大家一个定心丸, 所以否认一切,还要打假, 就是对追星女孩最好的回复。 很明显这次的事件对于吴亦凡的打击很大, 目前已经有多个品牌方宣布解约, 即函数、良品铺子、云厅APP等, 蓝蔻也称与吴亦凡合约到期, 到目前为止有八个品牌相继和吴亦凡解约, 可见对吴亦凡的事业上打击很大, 甚至他和杨子的新剧目前也面临无法播出了。 吴亦凡这次的事件也将之前曾经捶过吴亦凡的小Gina顶上了热搜, 面对当年小Gina在网上被骂得很惨, 不少网友们也纷纷表示冤枉小Gina了, 不少粉丝也在群里希望小Gina出来垂吴亦凡, 但小Gina也在自己的粉丝群里给出态度, 称都过去了,成年就是,放过她也放过自己, 看来也是对往事放开了。 粉丝们也称赞,小Gina太善良了。 除了小Gina之外, 吴亦凡第一个被爆出来的绯闻女友林希亚, 也现身开启爆料模式, 在吴亦凡的评论下回应, 称,哼,稍安勿躁,等我。 配文看起来也是要放大招的架势, 再加上早前在社交网站上的发文, 七年,正义,拿来吧你。 看来作为大嫂子,这次也是忍无可忍, 吴亦凡接下来面临嫂子全员出动的局面了。 还有SMH48的张丹三, 魏雨昕也在社交网站上纷纷站出来爆料, 发文晒出了与吴亦凡的截图, 帮着都美竹捶吴亦凡了。 但吴亦凡回应之后, 一边忙着删复评, 一边忙着找营销号, 而且工作室给出的声明中可见, 给都美竹以寻衅滋事和敲诈勒索, 还有诽谤等罪名。 但网友们并不买账, 吴亦凡这次想要全身而退, 应该也是很艰难了。 吴亦凡和都美竹的事件, 可能会连累即将开播的新剧《青簪行》电视剧。 《青簪行》是吴亦凡和杨子领衔主演的 一部古装探案清喜剧, 这部剧改编自策策清寒的小说《簪中录》, 讲出《官幻之女》黄紫霞和李淑白的爱恨情仇, 牵扯出一桩皇家大案的故事。 这部剧在2020年7月份就已经杀青, 但开播之路却一直十分坎坷, 先是陷入吴亦凡和杨子双方粉丝四番事件, 当时还被官媒批评, 而最近终于等来了好消息, 网传青簪行将会在8月中旬开播。 不成想, 吴亦凡又陷入了人设危机, 如果和都美竹的事件不能完美解决, 很可能会导致青簪行再次延宕, 无法开播。 而一旦青簪行无法开播, 导致制片方巨大损失, 吴亦凡还可能会面临相应的赔偿。 这一点此前郑爽事件就是很好的例子, 郑爽因带孕弃子被封杀后, 导致多部带播剧无法开播, 网传郑爽将面临天价赔偿, 杨子的担忧终于应验, 而如果真的因为吴亦凡的事件, 影响青簪行的如期开播, 最让人心疼的无疑是杨子, 因为杨子这两年可以说运气十分的不好, 此前和肖战合作的余生请多指教, 因为男方因粉丝事件影响, 一直拖着不敢冒险播出。 如今,作为大女主领衔的青簪行, 也可能因吴亦凡事件暂时无法播出。 余生和青簪行一再延档, 开播遥遥无期, 也就导致杨子从2019年到2021年这两年间, 竟然没有一部大剧和观众见面, 这对杨子事业的打击十分大, 因为如果想要巩固90后当家小花的地位, 就要拿作品说话, 最少每年要有一部大剧, 而杨子连续两部剧都因男主的原因延档, 运气确实差了点, 而杨子此前也在接受采访时候, 就暗示了自己对于选择男演员的担忧。 杨子称, 自己以前选戏的标准是看班底, 现在还要看对手戏的演员, 如果对手戏演员不是很好, 或者因为一些情况没办法播出, 所以自己必须要考虑这些情况, 否则三个月拍一部戏, 几年戏都播不了。 如今, 看到余生, 青簪行都可能因为对手戏演员方的原因, 出现杨子此前顾虑的问题。 杨子表达这些担忧的时候, 吴亦凡事件还没有发生, 如今看来, 杨子的担忧应验了。 不过, 理性地说, 余生的演党虽然是男方的原因, 但是归根结底是粉丝事件导致, 肖战也是被牵连者, 而青簪行如果不能如期播出, 则吴亦凡本人难辞其咎, 最后希望吴亦凡方能够积极面对问题, 给网友和粉丝一个交代, 不要一昧逃避, 同时, 希望杨子的余生请多指教, 早日和大家见面。